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人 作为我们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是和平年代的捍卫者 风雨中勇敢的逆行者 人民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对于军人来说 他们只有两种状态 那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 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 让我们向逆兵沙场的平凡英雄们致敬 何为英雄 谁是英雄 在参加过谁是终极英雄挑战赛的数百位官兵当中 有挑战极限扬威欲外的特战兼兵 有苦练硬弓百步穿扬的火力先锋 有永不延弓 逆境冲锋的侦察骑兵 也有风华正茂敢于拼搏的铿枪玫瑰 他们在一场场比武中 展现过硬军事技能 展示优良意志品质 在他们自己心目中 对英雄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觉得英雄是人们心中的一个起明星 引导人们做一些比较伟大的事情 像电影电视剧里边拯救世界 拯救人类的这种 我理解的英雄就是捍卫自己的家园 像黄继光 像董传瑞一样 英雄从不会凭空出现 英雄的基因深属于训练场上 周而复始经历千锤百炼 而随式中级英雄设置的 实战化高对抗客幕 就像英雄诞生的催化 让战士在比拼中触摸自己的极限 激发英雄的潜能 在获得冠军的同时也获得了自信 我感觉一个英雄 首先要具备的素质就是智慧 运出回我 把握整个战局 在完成任务的那一时刻 完成了任务的安全 与任务的顺利 我感觉是最自豪的时候 因为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我叫桑圆 29岁 擅长攀登和排豹 我的身体条件在队里不是最好的 综合成立也不是最优秀的 但我总是最能坚持 至于我喜欢一个人在学习史里看书 希望通过前人的经验和制衡 祈福直到明天 塔间穿越 四名队员依次徒手宽塔 18米大省到达楼顶 穿越三座目标塔 获得四个目标箱 获取其中的手枪零件 速降后分析200米到达射击地点 组装手枪后 射击五个目标把位 用全部目标计时结束 用时最多者淘汰 三 两 一 几时开始 单纯的十二米大省 我可能爬不过张晨 但是这个科目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目 我感觉我是有取胜的希望 他拿到了第一个手枪零件 好 他看见了第二个箱子 爆炸就在眼前 但我们的队员丝毫没有减缓前进的步伐 其实在开始之前 我对这个科目已经默默地进行了风险评估 我感觉这个高空作业功能还是很大的 要以稳为主 争取在地面球速度 他上了第二个目标台 他拿到了 他中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非常好 动作漂亮 在落地的一瞬间 我就选择了颠跑 颠解绳速的那种跑法 我感觉这段路程是可以抢时间加速的 漂亮 五发连中 报告 我感觉成绩上应该处于主动分 第二第三左右 在一场场终极英雄的挑战赛中 设置了众多近似实战环境的 高难度挑战课目 他往往考验的 不仅是过硬的单兵素质 更考验一个团队协同的综合战斗力 在烽火兄弟班系列赛里的神兵天将 就是这样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课目 三个小队依次出发 破棄敌方通讯枢纽 并击杀敌人目标 期间需要一名狙击观察手 报告集团目标位置 协助其他队员完成破棄 若未能击杀全部敌人目标 敌方通讯枢纽将会自毁 任务失败 任务完成 用时最小的队伍胜出 给大家绿一遍 一出发 我们四个人同时 你是去那个方向 我们去那个 然后你们爬水管的人 就是先爬 然后保护他两个 保护完之后 你保护我 上去之后 你们两个先把绳子打好 打好结 然后不要放下来 然后我的也打好 第一件事三个人同时在检线 把线一件你开始报 一个目标人出来 我就快点 最快速到到手雷那个 把手雷丢进去 我就下去 然后赵刚方我俩一人保护一个 然后我们马上来 走出发 计时开始 不要停啊 不要停 上 不要停 正分多秒 捡线 拿钱的捡线 三二一 捡 没事 先打线 先打好 打好 右侧手雷 右侧手雷 几楼 几楼 下手雷 打打 黄飞香 你别走 你别走 枪 终于赢了 退退 退退 致敬沙场上的普通一兵 致敬我们的平凡英雄 在终极英雄挑战赛的严酷考验中 我们看到了钢铁是怎样的 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身上那种 同甘苦共进退的身后战友情 兄弟情 下快点 快速通过 快快 下快点 快快快点 这个沼泽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而且我给他们下的命令是 敌战群不可能走大陆 也不可能走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段 他必须要从这个沟里面 沼泽地里面 地里面穿行来隐蔽自己 这个沼泽地行军 在之前的魔鬼族当中 被他们称为魔鬼之路 整个魔鬼之路全程十公里 在沼泽地里面 全部是周围群众的生活垃圾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死鸡 烂的一些水果 闻起来特别特别刺利 走完这个魔鬼之路 他们回去以后 绝对是在崩溃边缘 这个沼泽地 就是考验你们团结协作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水里边那么多淤泥 基本上就是从我的膝盖 到我的脚底板 那么厚的淤泥 你没走过你这个腿 直接地往处拔才能拔出来 二十个小时 队员现在的状态又困又乏 沼泽地的行军 看似施工里很简单 在他们这种状态情况下 走这种沼泽地 是非常非常困难 当时每个人都已经是 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们朋友挑战着我 战胜着我才能成为 你真正能打胜 打胜的特战决定 现在就要靠你们完全的意识力 团结力 想在他们准备的未来 坚持地走下去 如果你感觉这个 在这个心情的途中 感觉身体不适应 或者是这个 有这个其他的意外情况 你要及时说 及时反应 然后把你的背囊 让其他同事这个 但是不能一扛 每每同事同事 一定要做到不破气不放气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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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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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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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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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 一个队已经快感到我们了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时间 给争取回来 明显感觉到 气能降得比较厉害 看前面的队友 跟自己拉大 那个距离 内心就想着不行 一定要跟进他们的步伐 坚持走外 从左上走 通过我这个地方 就是迪迪行军的重点 从这儿过来 快 当我前走 好 下一刻 我来看 身上那个鱼干了之外 稍微有点保温的作用 水枪一冲的话 又感觉又特别冷 冷得发抖 好想回到自己的床上 想盖起自己那种 抹暖的被子 当时我宁愿 就是让你把活着 我也不想想 其实我拿水冲他们 最重要就是 不想让他们身上 出现任何感染 但是我不可能告诉他 我是为了给他们洗身体 我告诉他就是 我要冲他们 我要让他们在 其单挑战下 完成任何状态 到现在为止 已经二十三个小时了 没有睡眠 只有很少量的食物 你们能吃到现在 还是非常不错的 蹲下 抗寒冷训练 三十分钟 抗寒冷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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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先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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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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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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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上 goed厉害 祝你车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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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切蛋糕 给所有人多少分 小刀切 每个人比就吃上 一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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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完赶紧分 赶紧分 合作吧 合作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 这么多的战友 然后再给你过一个生日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感觉我的这个生日 是我这一辈子 永远都忘不掉的一个生日 436号 有没有意义 有 魔鬼周对于我来说 既难熬也难忘 我非常吸引教官 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生日 必须是在魔鬼周当中过的 军人是非凡的劳动者 他们的劳动是牺牲与奉献 是挥洒自己血汗 燃烧自己青春 我现在再问大家一遍 这么冷 你们现在还有没有退出的 没有 没有 加油 天可灵 起立 所有人上浮球 我只有对他们狠了 对他们训练严格了 才能锻造出更强的特战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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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满身是你 但是我感觉我打不断练他们 我很欣慰 同志们 接下来我们进行 科目势均力敌 每队派入五名队员参赛 各队首先要将五条五十公斤轮胎 五条一百公斤轮胎 由其运至终点 最后单人将一条两百公斤轮胎推至终点 完成任务后 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最后一个大道大事 我当时选派周俊去进行翻轮胎 因为他的下肢力量 毋庸置疑非常强 根据这个体能 咱们因为是讨厌极限体能 身体一定要扛得住 那则无旁贷的 极限体能 排队 准备 出发 同志 上 用力 纪造这 跟他有纪造形的 要 啊 加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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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过来 走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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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实际地把他拉走 但是地面的土 绑住了前面的轮胎炎 危机的土比较厚 导致我往后拉的时候拉不动 加油 加油 出去 加油 跑起来 摆米重刺摆米 加油 马上 马上 脚落 出发 出去 上去 加油 很着急 恨不得上去帮她一把 加油 啊 哎 我感觉我故事 队人的力量已经快被操控了 但是如果说我放弃的话 我们就是策略第一次 重心 加油 出发 有点要注意 快 地队 加油 拉起一百兵的运态 我才听不到周队艰难 但即使再艰难 我们艰难队都绝不放弃 加油 加油 快两米 两米 加油 快过线 过线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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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学文 加油 走 武厅长 加油 武厅长 加油 武厅长 加油 比赛结束了 但任务还没有结束 没法跟对手比输赢 我就跟自己交交近 武厅长 加油 加油 武厅长 加油 武厅长 加油 加油 武厅长 加油 我这些很累 就算是我的手指锻炼 就算是我的双脚伸出前线 不管要用多脚 我一定要把轮胎搬到重力前 战争 战争从来没有约定 仰兵 天日用兵一时 用兵就是打仗 而千日居养 就是要练兵备战 十刻准备打仗 我们是一起出生若死的战友 我们是朝夕相处的朋友 我们是荣辱与共的兄弟 不管多大的困难 我们所有人一起扛 一 二 三 加油 今天剑任队输了一分 但他们得到的远比输掉多 越是逆境 越能激发 一支特战小队的营兵 战争 在谁是终极英雄挑战赛的比武场上 还有许多勇敢顽强 永不言败的女兵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 铿锵绽放的沙场玫瑰 我是肖民丹 29岁 2018年 我以综合第一的成绩 被猎鹰突击队女子团大队 过个怒气 很多人劝我脱下军装 说快30岁了 应该回家结婚生子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军队就是我的家 军装带给我的温度 是我保持青春的秘诀 我要证明29岁的女兵 依然是可以直插 敌人心臟的一把利剑 三 两 一 开始 哇 小明蛋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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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自己的 体能素质这一块 和凯凯跟亚良那说 有一定的差距 我可以 在痛苦的时候 看了一下我的圈 方向 内阴阻地 所向平静 奉公立宪 为国为政 力量方面 我是肯定不如他们俩的 因为他们俩确实很优秀 然后自己来说 就是想着胜率很小吧 应该是 或许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既然 我拼到这一步了 就想坚持一下 或许有人会说 如果你现在才二十岁 还年轻 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 可是在我的观点中 一名特战队员 没有如果 每一次拿到枪 我都会当 最后一次去面对他 我害怕以后 这样的几乎会越来越少 当然 我曾经也很多次 跟母亲讨论过 是否要退伍回家的 这个问题 我说我不太想 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军中就像 我的皮肤一样 你非得让我把它 脱下来 我得多疼啊 所以说 无论到什么时候 我都要坚持 只要还有一次希望 我都不会放弃 我就是想要做 自己心中的英雄 想要倒着 慢慢地滑过去 当时感觉很轻松 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还能滑过去 但是你就不到五秒钟吧 就开始喊救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地害怕 就有一点要沉入海底的感觉 我当时也是从救生艇上 又跳下去拼一下 不想说我连第一趟都没走完 我就要一直在救生艇 拜到结束了 能行吗 不舒服就被伤害了 嗯 我知道 我知道对身体不好 可是我不想认输 我觉得我还没有去做到自己的最好 我不想就那样子就被淘汰掉 妈妈 我不是不想听你的话 但是我选择的是这身军装啊 选择了就是要以身许国的 假如有一天战争来临了 作为军人我只能往前冲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不能放弃 在我是一个女生之前 我首先是一位军人 我更应该表现出的是 我不怕 我不惧 我也希望我的战友能这样认可我 能够把我看作成一个 可以跟他们比肩的战友 我们可以一起战斗 没事 我上去 不不不 等一下 不上 不上 我可以 我在岸边我没有跳 其实很着急 我很想知道 到底下面什么状况 我知道她这样子很难 特别特别着急 我怕她硬要坚持 会不会对她的耳朵啊 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我想我要跳下去 我要下去帮助她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输了 但是我觉得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是没有理由去放弃说我们认输 我既然接过了这个任务 我就是选择了战斗 既然选择了战斗 就不能中途退缩 就要一直战斗下去 即使我很难受 即使我害怕了 即使我想哭 但是我还是要战斗 就是超越自己 能够超越自己所有的困难 无论是心理上的障碍 还是身体上的障碍 没有退缩 我完成了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 我叫童传蕊 今年26岁 21岁时 我剪掉长发 为实现儿时梦想来到部队 如今 我是女子特战牌的一名班长 但我也是一位妻子 我与丈夫坚守爱情的誓言 同时 我也坚守着报国梦 强军梦的信念 此次比赛 我要赛出女子特战牌的精神 适夺勇士勋章 三 二 一 开始 刚开始出发的时候 是小雅在前面 我比李鹤快一点 但是距离没有拉开 就告诉自己坚持住 坚持住没问题 拉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体力基本上就已经属于 用意志力在往上拉的感觉了 就突然间感觉 李鹤和小雅怎么都不见了 我就偷偷回头瞅了一眼 就感觉拉得很远了 我的对手就是 已经不是小雅和李鹤了 我就觉得我的对手 只有这个轮胎 我要把它拉到终点 就在那边 我要把他求求 小雅 拔下棋离开的时候 他给我加油补劲 我觉得虽然说我是最后一名 但是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鼓励 我得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得把轮胎拉到终点 加油 全人们都加油 全人 全人们加油 全人们加油 永不言败 加油 女名牌的口号就是永不言败 我不能因为一个轮胎 就认为我自己输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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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得把轮胎拉到终点 我得给你 我得努力去 继续 我知道 一定要 加油 我得努力去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被评为金武镖兵 是我为这身军装增添的第一抹亮色 这次和三位前辈一起比武 我会全力以赴 夺取我人生中的第一枚勋章 在攀登的过程中 因为就是雪天脚底也比较滑 身上背的装具什么东西又比较多 就自己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到楼顶准备团做滑袋的时候 天真的是特别特别冷 手一直就是缓不过来 冻僵的双手让我无法拉近做滑袋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我的心里真的特别着急 我尝试着用很多办法 让我的手暖和起来 但它依然僵硬着 我们平时训练科目 要求和男兵都是一致的 男兵能做到的 我们也能做到 我在上面耽误了 至少五分钟的时刻 创好做滑袋 我一点也没犹豫 就立马滑下去了 我想能不能尽量 争取回来点时间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 我们一定会义务反共 带上武器杀战场 我想这个想法 不仅仅是我个人的 更是我们每一名军人的想法 我们将会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 捍卫民族的尊严 守护祖国的河山 我是一名特努民 如果战争军的到来 尖刀武者出风陷队 是我们的至高荣誉 为祖国防烧战斗 我们守护好祖国 塔西北的边缀 我们一步都此 不止倒下 不止倒下 加油 加油 我们不断挑战自我 磨砺自己 就是为了当那一天来临 我们可以扛起钢枪 保卫我们的祖国母亲 只要有我在 路过警方舰 只要有我在 人民警方舰 敬礼 宣石 小美 宣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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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凤梨 有一種青春叫無悔軍旅 有一種奮鬥叫沙場追夢 有一種情意叫戰友兄弟 青春五月誰是終極英雄 為您講述訓練場上的故事 敬請關注五月策劃沙場故事